HELLO,大家好,我是以士 現在啊,我能在台中某一間星巴克 今天啊,又要來出人物幹大事啦 唉,想到上週七進五嶺破山夢想呢 還是失敗 不過有小破皮啊,15秒 對我來講,這個努力跟收穫不成正比 所以,今天在台中 依然來尋找這個答案 那麼這個答案呢 我先從我的器材來下手 今天要來做小S大受聲計畫 挑戰劍到6.8公斤 來個換老婆的感覺 看騎起來會不一樣 而且今天很特別喔 今天等一下是要到 尋陽單車北屯店 號稱尋陽余文樂 HANK哥親自炒刀 那我們待會見 現在呢,中午12點左右 李四我本人已經來到尋陽單車北屯店啦 第一次來這邊 鬧鐘取靜的一個社區啊 不錯 來,帶大家進來看一下 非常期待今天的 小S瘦身計畫 這個斯特拉需要大減脂一下 桌上已經擺好了 今天要傳的 所有改裝品 等一下再跟各位一一介紹 所有改裝品的細項 那今天我們的祭司阿元嘛 阿元哥你好你好 今天我的小S就交給你了 OKOKOK 稍微估算一下 我今天的目標呢 希望讓這台車壓在6.8公斤 附近 如果不小心破6.8公斤 那是更好啦 等一下再麻煩我們祭司 把我們的車子上台 看一下,掉我們的豬肉 對不對 那我們就 非常不多說 開始 動工 當初這台車呢 也是在巡洋單車組的 那時候的坐墊配的比較輕 我記得組完是7.2公斤左右 那現在換了3D坐墊會稍微重一點 上次比賽好像7.3公斤吧 對吧 7.30公斤 真真實實喔 含踏板含水壺駕 趁重就趁重 就是要含踏板水壺駕嘛 對不對 還來馬表座 7.34公斤 7.34公斤 那離我們6.8公斤 見到6.8公斤的話 大概500克啦 今天我們就要努力一下 OK 現在碟煞車已經主流了 碟煞車7.5公斤內 老實說都算輕快 但是但是但是 我們這些老屁股 騎西匣騎上來的 總是覺得 這台車我要拿來爬大山爬坡 沒有見到個6公斤 總是心裡毛毛的 有點過意不去 就像上週我破山 沒成功 那就開始要怪東怪西了 就先從器材開始怪 序列的事擺後面 我們先從器材開始研究研究 那等一下呢 你是會詳細的跟各位報告 每一項改裝品的 一些細節與重量 第一刀先從座管下手 選用精品HIGH LEVEL品牌 DARIMO 這重量沒在跟你543 價格更是不好說 這根差下去 跟原本的座管相比起來 直接大砍165克左右 太殺啦 坐墊的部分選用 SELLY ITALI極心神椅 SLR BOOST TECHNO 會選這張除了重量不到100克之外 形狀跟SLR3D坐墊是同款的 這樣在PP的適應上幾乎是無縫接軌 立馬大砍80克 送啦 來到台皮的部分 選擇台灣之光極心CP值之王 馬吉斯HIGH ROW SL25C 一條約176克神數據 但價格卻異常的不合理 要知道公路車偷輕每一克 荷包都要瘦一寸 售價1300元上下 真的太划算太不合理啦 光是外台的部分 跟原來的就差了240克 不愧是CP值之王太有感啦 由於之前是使用無內胎加50克的補胎液 這次的輕量化外胎是OPEN系統需要裝內胎 當然要選擇比5胎液還要輕的內胎啊 不然這樣搞幹嘛 選擇倍耐力P-ZERO輕量化內胎 品質穩定不宜爆裂 重量僅有36克 厲害厲害 前碟盤從160MM更換140MM 再小拖輕一下 140與160相比再輕20克 更輕更耐更便宜 Golfio疊盤真的太夯 趕快搶真的很常缺貨啊 你們以為結束了嗎 還沒完啊 連來臨片也要搞搞才叫有內涵 AMP碳纖維來臨片 重量更輕散熱更強 OK這真的是最後一刀了 來自Vision的秘密武器 阿什麼數字都沒有 只有個LOGO 什麼型號也不肯說 前輪重量不到600克 再來看看後輪重量 約734克 夠屌了吧 好可以看到現在施工呢 第一個步驟先從輪組開始 這樣子施工是最簡單的 因為輪組上呢 就可以直接上輪胎 上內胎 上碟盤 一次先把最搞剛的搞定 後面就剩下 坐管 坐墊 對 所以我們先來從輪組來下手 那這次的輪組呢 一樣是我們Vision提供的秘密武器 型號 我也不知道 因為他們堅持不說 但是目測看起來 有比較矮一點點 所以重量上 剛才有蹭過了 會比45 大約大約大約 輕個70克 上下 整組 算是蠻有感的升級 因為輪組這東西 只要少50克 大概上路爬陡坡的感覺 就會有點明顯 所以我也蠻期待這組 神秘V牌輪組 帶來的效應 我們阿元哥現在在做什麼事情 我現在在裝 坐墊 他這個坐墊用橡皮筋這樣OK嗎 沒有 可以 不行不行 會出事啊 先夾著 要先夾著 打綠模的這個特殊超輕量坐墊 他的 綁法蠻特別的 所以現在我們阿元哥在模擬 用橡皮筋先模擬 阿駱哥要看公司那邊有沒有 喔有模有樣 欸 齁 欸很屌欸 聽說昨天看影片看到凌晨嘛 3點 3點 半夜3點鐘 這就是巡洋用心的地方 呵呵呵 對不對 看到3點有沒有用心 有嘛 喔這座管真的很屌耶 70幾克 有夠輕 因為 泰克哥這樣子 看了整桌好料 你覺得今天 這個 6.88妥不妥當 這應該是很躲當的 比較擔心這樣上塗台會不合格 喔~~~~~ 這個我有辦法 把GoPro鎖起來 因為他就規定什麼 你不能用手拆的都ok GoPro一台 一百七十克 這重點還要前十名嗎 呵呵呵呵 好開心喔 這個拿起來 很誇張欸 好 交給你了 我覺得今天這個偷心計畫 最難最難的部分 真的就是座管跟座間這一塊 剛才有說嘛 光是看怎麼組 怎麼安裝 就花了一個凌晨 我是希望這個配件 拿來做純爬坡的訓練 跟純爬坡的競賽 我一樣會保留我本來的這個座管 就是CDITALY 3D的 還有Vision的座管 我一樣會保留 整根拆起來 之後在訓練上或者是競賽上 再做直接整根的更換 就不用再調做電啦 抽紙後 看會比較好騎對不對 換老婆的感覺 來我們現在 把救人組拆一下 然後呢施工完了嘛 來看一下 送進這個徐陽醫美中心 剛剛 7.3334嘛對不對 今天的目標是要減500克以上 那我們現在來開始講 有沒有輕於500克 6.78 真真實實喔 有卡榻喔 有水壺架喔 沒有做任何的特效 就是這樣 突破6.8成功 欸給三位個掌聲 掌聲掌聲來探 大公 człowie 很大話 結案結案結案 太好太好 哇這個 找尋真理 找尋答案的計畫 其實老實說啊 這個要在偷呢 靶帶的部分 像我的隊友 很多靶帶是完全沒產 大家知道如果靶帶不缺 光是這樣 大概可以差100克 我們隊友都實驗過 不幸各位可以看 我們mugen的隊友車 他們斯特拉都沒有靶帶 最開心來這邊就是這樣 我不用回去搞照片 不用修圖 他們全部幫我搞定 超爽 所以各位來當巡洋的客人就是 超爽的 點到一百塊咧 花差不多的價錢 但是服務內容 有一點不同 好 剛剛小試了一下 果然啊 輕快了許多 我不管是心理作用還是怎麼樣 總之 我感覺就是更OK了 當然這個碟盤 跟藍莉片是新的 還需要一點磨合期 希望之後 挑幾座大山 來努力給他刷個PR 今天來到巡洋北屯店 小S大獸身抽籽計畫 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按讚訂閱分享之外 下方還有超級感謝 支持我的 公路費創作 也不要忘記 如果你是台中中部的車友 優良店家 馴洋單車 值得推薦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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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